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女刚晚上睡到两点多三点的时候 就是那个肝的那个部分就是疼痛起来 一下子把我弄醒了 女生很多就是这样的情况 哎哟 你赶快告诉我几几年数什么的 十八年老鼠的 十八年老鼠 十八年的老鼠 对 十八年的老鼠 哎呦 你这肝区有问题啊 肝区有问题 你这个已经有点肝硬化了 是吗 呃 你要特别当心了 你吃东西一定要当心了 你这个人吃东西啊 这个不准时的 时间不固定的 嗯 听得懂吗 啊 对 啊 你这个 一个是肝的护养不好 第二呢 就是过去脂肪肝 脂肪肝时间长了 就会变成肝硬化 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脂肪的摄入量 明白了吗 嗯 嗯 你要听似不化的 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的 你这样的话 你 因为我现在看你这个 颜色还不算太深 但是有好 有前面的肝的肝区 前面部分 已经有点不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当你肝 在 休息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肝区 这个地方就休息不好 它会有炎症 因为 你睡觉之前 你吃很多药 听懂吗 它的肝在运作 它的肝排都排不出来 它的肝区就会痛 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我听懂 我听懂 嗯 嗯 嗯 那么 好吧 那么 我只是 那么 那么 就是这种 这种情况 我们 我要吃些什么药呢 护肝 护肝您呀 要吃了呀 护肝您呀 护肝您 这种 有一些 有一些 比方说 有一些 很好的 保护肝的那种 营养品 对 肝有好处的营养品 其实也可以吃的呀 在西药店买 还是中药店买 有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要去吃药 吃 是要三分毒 你听懂吗 对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吃药三分毒 你最好吃一些营养品 好的营养品 好的营养品 因为上次 当时 不是你们叫 你叫我们去 那个 软名字 还有那个 鞋螺爪 那个鞋螺爪 这个只是初步的 这个不行 这个对肝是没有 你这样好吧 你这个过 你等节目 结束之后 半小时之后 你打到 东方电台来 我叫他们 讲给你听 是吃什么的 非常好的 好吧 好的 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 事情就说 你可以看看我 家里的那个气场吗 你几几年 属什么的 是半年属老鼠的 是半年属老鼠 家里的气场 家里气场还可以 过来过得去 就是跑进来的左边 这个房间 有一点黑 黑气比较重 黑气比较重 左面 听得懂吗 进来的时候 左面对吧 对对对 那个是测库呀 哦 你看 没有没有 进来左面就是我 我坐在这里面 经的这个地方呀 哦是吧 那有灵性耶 有灵性 那么要几张小房子呢 我看一下 不多 小灵性 八张 哦谢谢你 谢谢你 答案你 谢谢 好谢谢 就是说 你 我就是经常 你自己掉灯啊 掉灯要当心 你家里呀 客厅里呀 好像有个灯啊 不大好 有灵性 有个灯啊 嗯 哦 那么就是我 我在我那个佛台 你跟您看看 我的佛台吗 因为我佛台 就是做两个灯 哦 是不是有点弯的 弯的 不大好看 你最好用灯 要直一点 弯的灯不大好 因为就是那个墙壁 它没有那个插座了 所以很麻烦 我需要那个佛台 我需要亮一点 就是做了这个灯出来 没办法去做了 人家叫那个 那个艺人来拉电 他不可以拉 你楼上那个 没办法拉电 哎 你傻了呀 你就买两个落地灯嘛 简单一点 没有插座呀 没有插座 拉不了电线呀 没有插座的话 那你就去拿阶线板 五米十米的阶线板 总有吧 有什么办法 把它弄弄好 躲起来 五米十米的阶线板 很多都靠阶线板的呀 听不懂啊 听懂啊 听懂啊 谢谢你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一辈子命太硬 所以你的晚年脾气啊 各方面都要学会控制 你的命很硬的 听懂吗 我命很硬啊 应该是吧 应该命 所有很着急 很着急 很急躁的那个人 已经改了很多 老公一直骂我火都不敢吭声 急得不得了的 脾气很急 很急啊 做东西也 急做啥东西 好像不怕弄不好的电力啊 对啊 对啊 哎呀 真心很可怜啊 这个一笔子 土的一笔子 谢谢你 对啊 所以你以后 要以后跟观神菩萨说 观神菩萨让我不要急 什么事情不要急 要稳定 菩萨会给你加持的呀 给你一点能量求的话 你很快就吻下来了 听得懂吗 对对对 观神菩萨 你们对我非常好 经常都有一种感冻的梦 谢谢 师父 师父你要保重身体 好的 因为你胜了 我就是 还有 你有到胜了 我给你 就胜了快了 师父保重身体 好吗 好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啊 再见啊 多把终身体多休息啊 谢谢 感恩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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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请讲 请讲 这个师父请安 想问一下96年 很熟老鼠 很平坏 很平坏 哪个女的 女的 96年的老鼠 96年的老鼠 哇 脾气很倔哦 倔在里边的 嗯 就在里面的 嗯 肠胃不好 明白了吗 嗯 这孩子哦 96年的 我告诉你 这孩子 你要特别当心啊 他 他有的时候 玩着 玩着一些 玩着 就是说 脑子里想的东西啊 不大现实的 做不到 听得懂吧 啊 那么看一下 他那个 越上比例 96年的什么 再讲一遍 老鼠 96年老鼠 你的 二十年老鼠 越上比例 倒不够啊 二十三啊 二十三个 那他 那时候佛台呢 还是不惹事 不惹事 他家里佛台 家里佛台 也可以 就是他 就是他佛台上那种 那种 请的那个花呀 怪怪的 花 叫他不要 叫他不要乱请花呀 有些花不能供的呀 嗯 好的 好的 嗯 好吧 他身上有灵性吗 说老鼠是吧 嗯 对的 还好 你要叫他注意 身上灵性都没有 他的血小板钱少 他的血液啊 不大正常 不像人家血液颜色看上去是红的 他是白 说明他的白血球比较 比较多 说明他经常会晕啊 头会晕啊 嗯 叫他特别当心 血脉不合 脾气不好 啊 有的时候倔呀 倔在里边那样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嗯 好吧 问一下他的事业 事业还可以 以后蛮好 以后蛮好 他是 在国内发展 不要去刺激他 不要去刺激他 嗯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考的好坏都是临时的 没关系的 不要去刺激他 去抢他啦 你没出息啦 你一辈子怎么了 啊什么什么 听得懂吗 那他就 破碗破摔了就麻烦 好吧 哦 那么他是在国内发展 还是在国外发展好 好了 不要问那么多了 最后一个问题 几几年 是什么的 懂得像算命一样的 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几几年 几几年 是什么的 96年 是老鼠的 他都可以 晚一些时间 到国内去发展也可以 现在最好 以静自动吧 以不变 硬弯变吧 现在他不能动的 他一动的话 他会不开心 明白吗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不是说 很善于交集的人 他要人家来理解他的 听得懂吗 嗯嗯嗯 好了 他需要小房子吗 小房子要 可以 有的念 一百八十张 一百八十张 然后放生呢 放生两千两百条 两千两百 好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以后前途有的 你不要担心 有前途的 好的好的 祝师父生日快乐 发体安上 谢谢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你们记住 记得师父生日 我就挺开心 嗯哈哈 嗯 好了好了 好 那就这样 感恩师父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师傅 你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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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那个 看一下头疼 这样吧 七八年的 马 看一下 骨头不是太好 年纪不大 骨头不好了 听得懂吗 缺钙啊 七八年就缺钙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小男孩 斜着个眼看着他 听懂吗 有个小男孩 斜着眼睛看着他 很吓人的 要多少 看一看 要多少张那个 先给他49张吧 好吧 好吧 你给他念吧 这个小男孩 把他超度走吧 不超度走 你看看 那刚刚你问的图疼那个孩子 他 他也会 他也会斜眼的 他现在已经眼睛有点斜了 哦 那还有几个呢 还有几个啊 就一个啊 还要几个啊 我就是打开过 有好多个 就是说已经超度了 就一个小男孩啊 现在 你自己照照镜子 你这两个眼睛比例不对的 就像小男孩的 你的眼珠子啊 两个眼珠子比例不对的 一个在靠当中的 还有一个靠边上的 哦 靠边上的 我还没注意 你难免镜子照一照 你马上就注意一下 好看的 以后好看的 这个灵性 如果老不给他超度走 以后你就变成斜眼了 听得懂吗 哦 好了 嗯 嗯 那个 我看一下 那个我的那个 肠胃一直不好 看一下 几几年数什么的 七八年数码的 哦 哦 你有点溃疡哎 肠胃啊 有点溃疡哎 嗯 就是有点烂的 不好 你经常一吃冷的 马上不舒服的 这个太饱 马上肠胃不舒服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你要记住了 肠胃只要几年下来 马上就溃疡了 明白了吗 不好的 哦 哦 好的 那个 还有 气管啊 那个 肺部这里 心脏这里也 可以 哦 你心脏不是太好 气管现在问题 只有一点点毛病 肺还可以 嗯 你家里有一个人肺不好的 什么家里啊 我家里 我家里有肺不好 我不知道 我想想看 是个男的 嗯 男的 我家里我父母 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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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你看看 死的时候 是不是跟肺有关系的 就知道了 明白了吗 哦 知道了 好了 嗯 嗯 师父 看看 嗯 再看一个那个 我的那个 以前全身都是毛病 全身都是毛病 你看看其他 我还有没有药镜子 别的药镜子 目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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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男孩 盯得比较紧 其他还可以 你要注意 你这个跨骨啊 你这个脚啊 那个跨骨啊 和你的腰椎啊 腰椎啊 都有点变形啊 所以你走路啊 有点变形啊 腰很容易痛的 听懂了吗 腰椎啊 跟跨骨有点变形 所以你的腰有点痛 你的跨骨啊 这个地方啊 右半边啊 这个腰的右半边 这里经常会酸痛的 做了时间长 都会酸痛的 听不懂啊 啊 对对对 有 对对对 要当心点啦 好吧 眼睛还可以 头发还蛮黑的 好了 好的 自己当心的 好了 那再看一下 那个 2020年的 那个 龙 2020年 什么动物啊 龙啊 什么龙啊 熊啊 龙 哪里面有龙的 天龙 哦 龙 变成龙了 对 对不起对不起 男的 女的 女的 龙啊 前处好人的 对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天上下来的 童子 很好的 女孩子 嗯 以后会给你们家里带来财运的 哦 他现在有点自闭 你们不要逼他呀 读书啊 读书啊 你去看看有的人 读书读的好 他也不一定能赚钱啊 有的人 读书读的不好 他能 他做生意做的很好的呀 听不懂啊 你让他自己选这么好的 盯着他盯着他 盯着他干嘛 盯着太紧了呀 自己父母亲 两个人读书读的这么差 要女儿怎么变成 变成个状元啊 你说可能不啦 是的 但是 我讲话讲错了 逼着他们把他逼疯了呀 听不懂啊 不是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不要这样啊 你要随孩子随愿的呀 听得懂吗 人家有 有些人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实验的 就是小的时候 这里放一个 什么东西 那里放个什么东西 他拿什么东西 说明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的 好的 感恩 乖一点 没问题了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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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师傅 你好 师傅好 你好 请讲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哥 如果帮我看一下 1999年属兔的 1999年属兔的 对 1999年属兔的 男的女的 属兔的是男的女的 女的 1999年属兔的是吧 对 对 1999年属兔的 1999年 1999年属兔的 想看她的决业 女的 对 我女儿 你女儿很纯洁的 蛮好的,不要逼他,不要逼他呀 听不懂啊 好,好,我错了 都是哥哥把孩子逼得像忧郁症一样干嘛啦 本来蛮好的 不要去逼他呀 你这孩子弄得来性格都怪怪的了 看见父母亲又像仇人一样 读书我告诉你读得好,读得好那是人家他有兴趣 读不好,他说不定其他方面有出息呢 360号行行出帐员的呀 要去逼他,听不懂啊 而且这孩子,这孩子几几年啊 99年 几几年,59年啊 9999 啊,这种 出兔的 你要当心啊,他妇科也不好啊 他妇科不好,他对,上次月经不正常 是的,师傅 根本不正常的 好吧 而且你叫他当心 这孩子有点软骨病的 骨头缺钙啊 嗯 骨头缺钙啊 对,他现在大大事了 就是说明年想再读博士 还是说再直接找工作 我看一下啊 好,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年,数什么呢 99年,数兔的 99年的兔 我觉得他还是 他现在自己也想读博士 哦,他就有点纠结 就是说他不知道转专业 还是直接现在这个专业 专业,你叫他写下来问台长呀 我帮他看不就好了 哦,就是写邮件吗 对啊 你写到东方台来 我帮你帮他看看 就是说 上次打进电话来 好吧 哦,好好 他就是他现在学的那个专业嘛 然后他就担心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 现在就是不好找工作 会不会 嗯,是啊 前途不大 但是呢 对他的自己的命运很好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孩子啊 比较喜欢读书 而且呢,读得近 而且呢 他这个孩子很顾及自己的面子 他觉得读博士之后呢 他有面子 听得懂吗 是,是,是 所以你 我觉得你目前暂时 先给他读 至于不好找工作的话 我相信三年之后他的运程就开了 我现在看到他三年之后开运程啊 哦,特别好 就是他原来是在悉尼大学读的那个 现在就是这一年读完 马上毕业了 那现在就是在哪一个 在哪一所学校 在哪里读博士比较好 我想让他回阿德来的读怎么样 他几几年属什么的啦 九九年属兔 最好在你身边你还管管他 你要是不能管他的不是太好的 哦,好 我讲话你听懂了吗 因为你女儿 因为你女儿长了几分姿色 感情上很容易受伤 她已经受过一次伤了 你听不懂啊 好好好,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吃不饱了 对不起 好,那我就让他就是 如果读博士回阿德来的读 可以的呀 阿德来的有什么不好啦 而且你女儿这种就得经常缓缓 因为不换换的话 他感情就比较有点麻烦了 哦,好好好 可以 那就是直接读这个专业的 还是转专业 哦,我给你写邮件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你写一个邮件 他现在有两个专业他都喜欢 都一定读生物的 明白了吗 哦,好 他有两个专业 他都喜欢那两个 哦,好好好 就是 嗯,明白明白 快点啦,快点啦 人家这个电话都是救命 对对对 对不起师傅 能不能看一下他的名字 因为原来他的名字有改过一次 他现在他的名字叫 陈楼燕 就是温楼的楼燕女的燕 第三个什么字啊 燕,燕女的燕 就是燕字盘 一边 颜色的燕 另外的半边 陈楼燕 温楼的楼 哦,燕,颜色的燕 燕,燕子的燕啊 不是燕子 就是燕女 燕女 燕字盘 然后盘边 哦,知道知道 哦,这个字不好的 哎 这个我告诉你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到底的 哦,明白 那 你看看 而且燕子的女人 根本不能起根 燕丽的燕 相关的因的 这会感情上 会出不大问题的 对,所以我很当心 以前她的名字就是叫 陈心仪 就是心患陈仪的心仪 可不可以用之前那个名字 陈心仪比较好呀 哦,好好 因为陈心仪就是心患神仪的那个心仪 可以吗 可以的 哦,那我以后就叫这个名字 师傅 你叫它燕总不行的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一个女人叫燕的话 感情必出问题 哦,好,感恩师傅 最后能不能帮我看一朵莲花 410号的莲花 最后一次了啊 不能再问了啊 嗯,讲吧 410号莲花 在,在天上,蛮亮的 哦,还可以吧 谢谢 还可以,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好 感恩师傅 感恩您,感恩,感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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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师傅您好 哎,请讲 弟子给师傅您挺安 师傅您辛苦了 嗯 我替同修问一个 六八年的猴女 八年的猴 她想问 身上有没有灵性 和家里有没有灵性 她家里气场最近很差 很差 很差 很差,对 她自己身上都有灵性 哎 哎 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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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吗 还是,就是,就是,其他的 灵灵,灵灵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哎,她们家族里边有啥夜的过去 哦 那个 我看看她身上有没有自己的小孩子啊 嗯 七几年的 六八年的猴 有啊 要多少张 在她的肠胃里面 她的肠胃不好 很多 嗯 而且她过去有一段时间失眠 嗯 嗯 睡觉很不好 就是那个灵性在搞汤 孩子吗 是孩子吗 对啊 她的肠胃也很不好 肠胃现在 哎呀 嗯 她 她说她 嗯 她的狗啊 前两天刚 死了 然后她说她家里气场很差 尤其是 卫生间 然后梦也不好 所以她还想问 孩子需要多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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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看看 热白咱没有 女生 大家听好 哈哈 还有 婴儿 erzäh� 牠 前一周 啊 有 还有 更 我跟你说,很麻烦 他给他念小房子呀,赶快 要多少张给狗念 狗念 全年49张啊 好的好的 他现在的灵魂经常趴在他的桌子下 因为他就跟那个狗两个人 你就跟他讲好了 有一个地方 是上面他牵狗的放在桌子上的 就是把根绳子放在桌子 桌角这个地方的 那狗就在那个地方 我就一直在 对,他刚死 听懂了吗 听懂了,谢谢师傅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身上的灵性要几张 86 86,包括孩子吗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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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他们家 他们家有人 有人什么喜欢运动的吧 我看见很多什么过世的运动员在他们家里 啊,是其他的灵性啊 你说家里的药精者吗 啊,他们家里有没有人 过去做运动的 就是搞运动员一样的 好 那不清楚 因为现在只有他自己了 他以前就是跟狗 就是两个在家 就没有别的 那么,那么,那么很简单了 那 这个房子里的灵性啊 肯定是过去 肯定是过去人家搞运动员的呀 死掉了 嗯 那这个 嗯 那这个家里的药精者还要念多少呢 慢慢念了 我看他蛮多的 他现在开出来是480张 慢慢念 就光排头就是家里的药精者吗 要480张 对 对 怪不得他机场那么差 他自己也感觉到 一塌糊涂的 一塌糊涂的 一塌糊涂 在他们家里走进去的右边有一个小房间里面 房间门他不大用的 一吹进去 他堆东西的好像不住人的 反正他这个门一吹 里面全是那些鬼 哇 好的 好的 我一定转告他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谢谢师傅 师傅 麻烦您再看一个66年的马 也是女的 他想问一下他 他今年饭太岁 然后身体很不舒服 很不好 66年的马是吧 对 他尤其是心脏 66年的马 66年的马 女的是吧 女的 女的 哎呦 真的有点麻烦 嗯 他的心脏有点下垂哦 心脏下垂 嗯 他 胸闷了 心跳过住 心动过速 对对对 嗯 经常觉得心要跳出来一样的 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两镜啊 你看他这个两 两个眼睛都有点爆出来的 听不懂啊 我这点爆出来 嗯 嗯 他 他身上要 呃 有没有那个 灵性要念多少张呀 他很担心自己有那个关节 还有同修也梦到他有关节 他几几年啊 手什么呢 他66年的马 66年的马 街道不大呀 要到要到明年 到明年七月份 明年六七月份有个关节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好吧 现在没大关节 现在就是泌尿系统有关节 泌尿系统不好 泌尿系统不好 好 要多少小房子师傅 68 慢慢念 68张 慢慢念 他业障比例多少呀师傅 比几年数什么的 66年的马 嗯 好的 夜长比例蛮高的 34 嗯 哇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师傅 麻烦师傅 最后一个亡人感恩 叫郭秋生 郭秋生 秋天的秋 生 生就是生意的生 2016年往生的 南 秋天生的 对 郭秋生 阿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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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几张 鼻子蛮大的 嗯 嗯 嗯 还要几张小房子 对 对 我就是 六十三张 六十三张 他对阿修罗 道 阿修罗 道当然也蛮好的 他这个人 对人还是比较四海大方 所以在上面也不错 性格 人家也不搞差 嗯 蛮好的 这个同修 他们家里都挺好的 都有修的 就是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那赶快把它念上去啊 看看能不能到天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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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我今天就问到这里了 同修业障自以为 不让师傅呗 谢谢师傅 师傅再见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